嗨,大家好,我是Eden 上个影片就有看到我去KL参加 Honor Magic 6 Pro的媒体发布会 那一个影片里面我也大概测试了一下 鹰眼抓拍2.0一些户外拍摄的效果 然后在3月20号的时候 Honor Magic 6 Pro就会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玩玩看 有关这一次Honor Magic 6 Pro设计的一些新的AI功能 Let's go! Honor Magic 6 Pro这次增加了一些AI的新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吧 好,第一个我们要看的AI新功能 当然就是这一次Honor Magic 6 Pro主打的AI的你们 比方说刚刚有一个朋友传送了一个地址给我 我想要导航去这个地方 我们就点选地址的这个部分 长按之后往左边或右边拉 AI就会帮你抓出你可能会想要使用的APP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导航去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把手指拖拽到Google地址这边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过AI人们分享照片 一样也是长按照片之后你可能就可以发送到你的Facebook 像是这边动态消息 它就会直接跳出Facebook的发布界面 这边你就可以把文案打上去了之后 就直接发布在你的Facebook或者是IG之类的社群媒体 当然这一次Magic OS 8.0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平行空间 比方说这一张照片你想要放在比较隐私的空间里面 你就可以拉到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平行空间的地方 然后这边你之前就要设定好密码 当你输入好密码之后 这样子拉过来之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图库里面看到 刚刚我就拉了两次两张同样的照片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刚刚的照片已经放在这个平行空间里面 但是这一次的平行空间跟之前的隐私空间 是属于不同的存储空间 所以大家不要乱 说一下平行空间的打开方式 在桌面的时候你就双子往外滑 这样子它就会打开了平行空间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这样子它就会打开这一个界面 刚刚输入的照片也都会在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AI快捷键 以前我们想要打开某些APP的快捷键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这样子长按之后 才会出现这个APP内附的快捷键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长按了之后 然后把它的资料夹拉开 它的快捷键就会直接显示在这边 比方说现在我也想要搜寻YouTube Music上的一些歌曲 像最近很红的小美满 点选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按播放 所以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更快的使用到这些APP的快捷键 Magic 6 Pro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零动胶囊 像刚刚我打开了音乐 它就会出现在上面镜头模组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你可以播放跟暂停或者是切下一首歌 当然AI灵动胶囊不单单只是可以显示播放媒体 比方说开个两分钟的计时器 然后我把它隐藏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灵动胶囊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开始在计时 然后灵动胶囊是可以堆叠的 然后Metro S上面还有一个原本就有的功能 可是还是很值得拿出来提一下的 就是自动编辑影片 比方说我用了这个Magic 6 Pro拍了我家的猫 然后我就点选几张有关猫咪的照片 选好了你要的照片之后 你就按下面的一键大片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等一下 让AI去生成影片 好这边就可以看到AI就帮你生成了影片之后 它就会侦测到你影片拍的主题 然后大致去选一下主题的范本 如果是说你不喜欢这个范本的话 你还可以去选择别的范本来套用在你的影片上面 这边下面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范本可以使用 当然除了宠物啊 还有一些生日啊 自拍食物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美食主题 或者是旅行的主题都有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大家生成出来之后 你觉得有一些东西你不喜欢想要编辑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右下角这边编辑 再去重新编辑你要的排版之类的 或者是音乐你也可以选择 然后选择好之后 你这边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格式 像2K 4K 1080 50帧 30帧 60帧都可以 然后直接选好了之后 你就直接按挥出 它就可以直接挥出成影片 刚刚在介绍的影片里面 你们大概就可以看到 这一次针对一些AI的主打功能 当然这一次最主要的AI功能就是AI任意们 这个功能其实坦白说 对我长时间使用手机的人来说 真的是很方便 比方说就很像刚刚影片里面展示的 常常可能要去一些地点的时候 对方只是传送了一个地址 或者是他截图 只是截图了之后 没有办法从图片里面AI截取文字的话 看着那个地址然后手动key进去 在上一代Magic Fight Pro的时候 Magic OS里面就有一个功能就是 你从图片里面可以直接识别文字 那个时候就可能你识别了文字之后 就直接复制然后斩贴到Google map上面 当然这一次你就可以直接从图片上面 识别文字了之后再长按 他就可以直接把地址拉到任意门 然后再通过Google map直接来搜索 就省去了很多一些繁琐的步骤 像是其他的灵动胶囊之类的 也很方便了 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做工任务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整个萤幕去切换 当下你使用的那一个APP 比方说计时器啊 然后播放器啊 或者是录音软体 同一个时间内 你就可以在灵动胶囊上面看到 三个APP在运作的当下的状态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之前就已经有的 AI剪辑功能 像很多人他们拍了东西 不知道怎么剪辑 然后有了这些AI剪辑功能的话 就把你想要的照片或者影片 就丢进HONOR自己本身设计的那个AI剪辑软体里面 然后它就会自动生成 你要说是很简单的嘛 其实它也不简单 比方说同一个影片 然后你要靠自己的剪辑能力去剪的话 其实不见得会那么容易 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对用户友善的一个功能 在我影片上的应该是隔一天吧 3月20号的时候就会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HONORMATRIX 6 Pro 然后也会公布加钱 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价钱是多少 这次用的是Snapdragon 8 Gen 3的芯片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增强信号的芯片 在我使用的几天下来 其实信号真的是不错 跟上一代一样 它都有在信号方面做加强的部分 当然还有护眼 它也是比去年Magic 5 Pro更升级了 去年PWM调光是3840 然后这一次的PWM是4320 所以对我们这种长时间使用手机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对眼睛是没有那么容易疲劳的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HONOR一路来在比其他手机比较起来优势的部分 这一次有的颜色就是树皮绿色跟磨砂黑色 然后这一次只有Pro版本 MATRIX 6系列这一次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上市 所以就等3月20号发布会上面看看会有什么惊喜吧 因为这一次有一个叫Earlybird找鸟预定 找鸟预定是会送一个无线充电底座 然后一个耳机还有HONOR1-4 但是Earlybird的名额已经完了 接下来预购的话 当然是希望可能还会再继续送手表跟耳机 这样子搭配起来 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HONOR生态 所以针对今天HONOR Magic 6 Pro AI篇的介绍到这边 拜拜 拜拜